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要教导这些特殊的学生呢 来听听他所说 我们办这些课程 我们教导这些知病人的孩子 或者教导其他这些disciber的人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把他们变成摄影师 我们其实是要介绍他们一个新的沟通的方式 我们通过相机这个器材 用不一样的方式来沟通 同时让他们学习一个新的新的新技术 然后可以让他们来展现他们不一样的视野 这样子了 然后在背后你会看到MF 然后有一个花 选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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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两年前开始 在星光学校担任课外摄影活动的辅导老师 专门教导学生如何拍照 而学校录取的主要都是自闭症的学生 之前我有在过 我有在医院理工学院教过摄影 也在那样美专教过摄影 大家开始的时候是有期望说 可能十个星期二十个星期的时候 他们应该可以有一些 怎么样的成绩出来 可是当我真正来教导的时候 发现到 那个期望要改变 OK 这可能需要二十到三十个星期 比较慢一点点 真的是 每一个星期重新再来一次 来我们再来一次 就是要花很多心思在里面 对于他来说 在这里教课最大的成就感 并不是学生能拍出好作品 而是这些孩子通过摄影 学会了与人沟通 第一次我们真的叫他们 负责当摄影师的时候 是在去年的那个 学校的十周年的时候 然后我们就跟这些学生 我们选了几个学生说 你们就负责拿Polori 去跟大家拍照这样子 然后有些孩子是比较害 他们这次很难 不太会跟陌生人沟通 然后一个就跑过去 跟总理夫人说 总理夫人 总理夫人 我要拍你的照片 这样子 I want to take your pictures 那种 明哥就 哈 他这样就走过去 就approach他 刚才拍了照片之后 还送给他 他就说 这是我拍的 我拍得很好 怎么觉得 他就不错了 为了给孩子上课 身为自由摄影师的李欣赏 推掉了不少薪酬更高的工作 和讲课邀请 他说坚持这么做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因为他的七岁儿子也患有自闭症 被诊断为病患的时候 他的儿子只有两岁 为了更好的陪伴和照顾儿子 李欣赏和妻子 先后辞去了在报社的工作 双双成为自由职业者 他说 其实作为自闭症孩童的家长 很希望获得周围的人 和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如果你是个普通的父母 当你碰到一个 看得起来像是自闭症的孩子 是有其他disable的孩子的父母的时候 比起你刚才好像没有事情发生 或者是一直用眼镜 一直瞪着你们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看着我们 跟我们顶个头 微笑一下 我觉得就算我孩子在大闹 可是你跟着我微笑一下 我觉得那个精致 那个真的真的是 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忙了 李欣赏说 他的自闭症学生 每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不一样 那学习的方式也不同 不过他们都享受摄影的乐趣 他就曾经把学生拍的照片 打印成了卡片 让学生把它当作贺卡 写给他们的父母亲 写给老师 写给同学 那这让学生感到很高兴 他自己也有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 就和他在2012年的时候 教导了视障人士摄影 还帮他们举办摄影展 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看这张照片 这个就是其中一名 视障者拍摄的 这群想学摄影的视障人士 其实都是黑暗中对话的 视障向导 他们的视力几乎是零 几乎是完全看不见了 那他们又要怎么学习摄影呢 对于Bob这么一个 有经验的摄影师来说 这可是天大的挑战 所以我还自己蒙上自己眼睛 也没有蒙了 就关自己眼睛 就在那边 就去try try try看那个 怎么去找那个automode 就是去try to try 原来是这样子 去带个东西 然后就 就逆失踪五个stop 就可以找到那个automode了 然后怎么去把那个电池拿出来 怎么去放那个SD卡进去 就有一个学生叫 Elean就说 我想要拍 我想要拍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想要拍我的 我的打字机 然后我就OK 你就拍了他打字机 他说 他拿了一本书 他说 这是我的书 他拿了一本很大本的书 我说 这是什么书 这么大本 他这是圣经 我圣经这么大本 他说 没有没有 我说这是一本圣经 这个是其中一个chapter 然后他就说 我想要给你看 我的手表是长什么样子的 他就把他的手表打开来 然后前面一片玻璃打开来之后 他就用手指摸那个时针 这到现在几点了 有两种手表 一种是暗的 只有有声音 一种是要把它打开来 这样子摸的 所以这些东西 中间还有 还有Uncle William 他想说 他要带人家去 他想要拍 他从他家 怎么去到学校 他还说我一张照片 说这张照片很特别 是一个垃圾桶 我说这垃圾桶什么特别 他说这个垃圾桶 每一天 我一搭巴士到学校的时候 到伊安理工学的时候 我就会下来 当我走到这个垃圾桶的时候 我的这个拐杖 碰到这个垃圾桶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要转左了 然后呢 他说有一次我来的时候 那个清洁工人 把那个垃圾桶移开了 所以我就 他就走的时候 他就 就跌倒了 因为他miss了那个step 所以他说 我今天要把这张照片 去给那个cleaner 跟他说 不要移开这个垃圾桶 谁会想到 看不见东西的人 也能拍照 还办摄影展 但他帮忙举办的 那场小型摄影展 却非常成功 让他自己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他们是这样子 可是他们学摄影 你知道需要多大的勇气 让他们拿起相机 在别人面前拍照吗 然后卖半人的摄影 他们还跟人家分享 其实连他们都能站出来 学一个新的事情 我看任何人都能学新东西 这样子 我们常说 舍得 舍得 要有舍才能有得 从这位摄影师的身上 我们就真真正正 看到了一个例子 今天的节目 我们也到了尾声了 感谢您收看 《晨光第一线》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